大家知道35款干意粉,是否很棒,是全部,每一一一 我看到,除了米饭之外,意粉可以算是香港人主要食量 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年生酮,说到口都干了,你发觉卖面包的地方是排队的,甜品是排队的 你明白我为什么不想说,还有你去餐厅,你发觉生酮不是一个主流 我有想过想开餐厅的,我早两天,星期日晚,我才在家做了一个小小babyhouse 我早就试试自己还记不记得如何煮 当然有生疏了,家里的烤箱和餐厅用的烤箱是不一样的 好不容易开餐厅呢,我想的,现在只是想的 因为很多东西要顾的,要买老班,厨师要生性 因为你始终不是像我现在见客,做清理的样子 就是坐在那里,跟客人谈论,做follow up,这么简单 你始终需要一个team的人 楼面外面有人去帮你照顾客人 收钱还收钱,照顾客就照顾客 然后里面煮东西,你一个人是不可能可以做到这么多东西的 所以,我能够买到一班旅行 如果你们在在有人是厨师 又觉得,香港的生疏餐厅有得做的 会来谈谈我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租是在下跌的 其实是可以想这件事的 如果我做的话,我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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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选择,然后有甜品蛋糕饼 我想你们上过来吃过的 都知道我们的烘焙都做得相当不错的 我们现在有香腸包 然后有爆章的芝士包 蒜蓉包 如是等等 未来会做什么?我会做菠萝包 意粉就是香港人的主要食粮 你去茶餐厅都有 炒意粉,然后是汤意粉等等 测试了,市面上35款干意粉 即是不是Fresh Pasta Fresh Pasta就是要放在冷冻柜的 Fresh Pasta 和干意粉的分别 就是一般 就是蛋的含量会不同 还有它有水分输的意外 一定是雪 还有主食时间也会有分别 Fresh Pasta 会更加烟硬 differential 已稍后拔大憂粉 如用肝葱包 煮到就要面倒凈了 hang up 完成 exa但加烟硬 其不错 准硬 亦觉得燒硬 200餐廳前移居火星前必須吃200道菜 如果對蝦敏感的話 HELLO KITTY 真的不好吃 因為真的會死 因為我們是拿蝦殼 整隻蝦連蝦頭 蝦殼就是獨立 然後是蝦頭、蝦肉 然後是熬熬的 熬熬完之後我們會攪爛它 然後再隔渣 用絲襪網的隔渣 然後再減少 再濃縮 所以整隻蝦殼是極致版 那一晚House warming 大部份人是正常食量的 但有些人是特別大食 所以食量有點難配合 即是SERF的量 Anyway 繼續說 35款意粉、樣本是全部 只是乾PASA 全部全部 售價由很便宜的4.9到57.9 即是貴價 全部全部全部 樣本都發現有輕微的異物 什麼異物呢 就是一些毒素方面的東西 一些霉菌類的東西 有些很難讀的 讀了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脫氧雪腐連刀菌 稀素 除害劑 即是那些 herbocyte fungus pesticides 的殘餘 還有 粗菊 霉毒素A 這些是什麼 對身體有什麼影響 我大概說一說 就是霉菌 毒素 有兩款 驗到的 就是萬聖神病有關 香港人 你說我們吃的東西 這麼多加工 除了加工之外 比如重金屬 各方面 你隱藏的毒素 就是 contribute to 你的萬聖病的原因 當然 你問我 禍從口入 這件事一定是真的 即是你吃什麼 其實 在我未公開的細節 我真的想罵 即是你明知道 35款乾意粉 是全部 無一例外 都有這種毒素 而我們之前和布丁 做的一集都有說過 就是 那個叫做 炳熙鮮胺 就是所有控焙類的東西 小麥 高碳水化合物的控焙類 經過高溫 焗完之後 它都會釋出炳熙鮮胺 如果沒有記錯的名字 它就是一種強的致癌物質 但是大家都還要吃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 我又回到 其實 我們自小吃就是一個問題 你自小上學 媽媽就是買一個包給你 這個就變成 跟你的人生是tied together 那你說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今時今日做療癒 我不是說生酮的部分 我說療癒的部分 每天說的就是 原生家庭對我們的影響 那你的飲食習慣 就是原生家庭給你的 譬如 我上次也有說過 我自己本身 我家人不是潮州人 所以我小時候 也沒有怎樣吃 潮州粉 魚蛋粉 牛腩粉 這些 所以我其實沒有這方面的癮 我對什麼有癮 我想起 就是我小時候有吃的東西 我小時候吃的東西 就變成我大了 當我壓力大 當我需要所謂的 comfort 療癒系的食物的時候 你就會去回那個 這個在能量上面 是叫做circuit 一個能量的短路來的 為什麼能量短路 就是當你需要療癒的力量 你一定會去回小時候吃的東西 而不是你二十多歲出來社會吃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小時候幾歲的時候 是你人生裡面最沒有壓力的時候 即是 爸爸媽媽負責所有東西 書包都有爸爸媽媽去收拾的 那你說 不是呀 我想回我覺得我做功課也很大壓力 小時候 但是相比起你現在 又要賺錢 又要給老闆罵 又要應付同事 那些都幫劍影 然後呢 又要公樓交租 又要支援自己 還有另一半在煩你 你明白嗎 即是你想起 其實那段時間 人生裡面最沒有壓力 最舒服的時候 OK 你什麼都有爸爸媽媽跟你頂住 所以就變成 我們的circuit 永遠都彈回去小時候 而小時候為什麼這麼大問題 就是之前也有提過 第一集節目 就是因為 自小你讀書讀得厲害嗎 你考試高分嗎 你頑皮嗎 都會被爸爸媽媽媽 就是糖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 reward system 我們的 叫做 是否叫做 告賞 中文 reward system 就是獎賞制度 在你的身體裡面 形成了 在你的心理層面 能量circuit裡面 形成了 所以它鎖得很實 因為是橫跨三個層面 怎樣橫跨三個層面 我再解釋 食物理層面是怎樣形成的 就是你吃甜的 你有那種即時的energy boost 即是你馬上覺得能量得到提升 這是真的 這是科學的 吃了甜的 葡萄糖下去 你馬上有力氣 但一會突然就會炒 一會突然 移到素一出擊 因為你的移狀發現 很多糖進來 糖太多是危險的 所以移到素馬上迎擊它 按下去 所以你會發覺 你吃甜的那一刻 很開心 即是即時的energy 但一會突然會很累 我想你吃午餐 不是生酮的 會很明顯 為什麼一吃午餐 很睏 很累 原因是因為 你這餐的午餐裡面 有糖粉 有飯 有麵 葡萄 總之是有 澱粉質的東西 那你會很睏 因為血糖 有那種升降 不是健康的 OK 好了 但你不要管 為什麼我們人的構造裡面 會有一種的因素 就是吃糖 會是我們追逐的東西 我們會想吃糖 你想想 原始人 原始世界 原始社會裡面 糖是很難得到 糖和脂肪都是很難得到 你看到那些藍色 紫色 粉紅色 那些果質 其實你是不會夠膽吃的 OK 因為如果你搏一招 你分分之間 要賠償你性命的代價 那你什麼情況之下 你會吃呢 就是 你有同族的人 provided 已經叫做偏中晚期 因為希望大家有語言溝通能力 OK 然後他吃了 他沒有死 那什麼情況之下 他會吃呢 他又會搏一招 就是他快要死了 餓到瘋了 他真的沒辦法 死了死了死了 然後就搏一招 吃了一招 然後發覺 咦 沒事了 這樣 然後他已經有語言能力了 溝通 告訴你 這個東西沒有毒 你可以試一下 這樣 而你吃了 你會發覺 OK 那你想想 他會不會這麼順利 只會告訴你 說那一招沒有毒 他已經跟整個族的人說了 所以那一招東西 在以前 沒有工業革命之前 就算有一招東西存在 吃得 他都很快 轉頭就被人爬了 對不對 所以 糖是很難得到的 所以你的身體 它為什麼會有這個機制 就是儲存脂肪 因為 你很難得吸收到糖分 記住很難得 你就要馬上把它轉為後備 當你捱餓的時候 它會掉出來使用 但是問題 這個機制 到今時今日 這個IOS 是沒有更新的 所以 我們的身體 現在還是一吃到糖 就儲存脂肪 一吃到糖就儲存脂肪 你可能會覺得 我不是 我都不胖 可能你皮下脂肪不高 但是糟了 你內臟脂肪高 是更危險的 OK 所以 其實三個 我說過很多次 高血壓 高膽固醇 糖尿病 這種所謂的慢性病 其實是吃出來的 當然 如果你問專家醫生意見 他會跟你說 未必是 你吃藥就可以 但是 我這樣說 也是會得罪人 就是 醫生是醫病 謀生的 他不是防範你病 而賺錢生活的 所以 我覺得養生是我們自己的責任 我們吃什麼 但是現在很棒的地方 就是 如果你問營養師 我說常規的營養師 他們的訓練 都是拜所謂的西醫系統 所以他們的觀念與角度 都會跟你說相同的事情 就是說 碳水化下物是必須的 OK 他不會告訴你 其實這件事是可以沒有了的 OK 所以我們自己 對於我們的身體 我們自己要負責 就是我們去看看到底 有些什麼是真的對自己的身體好 你自己要下少少苦工做少少 research 那我現在呢 可以隨便抽一些書給你看看 OK 譬如你們有些書想看 譬如糖毒危機 Zero Sugar Diet 可以看一下 然後 脂肪與油救命聖經 又可以看一下 還有一些英文版的 Mark Hyman 我有讀他在各家學校 Eat Fat Get Thin 其實我講過很多次 就是 你想瘦 你一定要確定 那一碟東西是夠肥的 你不是吃普通的牛肉片 你要吃肥牛片 然後你要吃的是 吞拿魚腩 雞皮 我每次在Facebook打開都會看到 我問什麼雞皮有毒 雞皮脂肪高 蛋糕高 但是 說回療癒那一遍 就是 我做Free Flow 高我療癒 高我直接講出 當時人身體有什麼情況的時候 我們真的出過很多次 說他不夠DHEA 不夠Progesterone 不夠Tetosterone 那些賀爾蒙 賀爾蒙的東西 賀爾蒙的根本 大家記不記得是什麼 就是膽固醇 不夠膽固醇 你自然生成不了賀爾蒙 所以為什麼 很多男人吃了膽固醇藥之後 就性無能 因為 就是 他根本的源頭都不夠 還有另外一部分 還有另外一部分 我想說的 就是 有一個 我開給大家看 其實我們叫做 Metabolic Pathway 就是 新陳代謝 路線圖 我開一點點 就是 有點悶 請大家容許我解釋 是悶的 我承認的 膽固醇 是 膽固醇 身體自然會生產的 肝肌每天生產70% at least 如果你有吃的話 他就 多謝你 你對我 你不用我生產得可憐 這麼辛苦 不用我OT 所以 你見我吃飯 你會混的 第一 我吃東西很肥 第二 有骨髓 我剛剛那個星期日 我就是訂了 我訂了荷蘭的小牛室 就是 意大利我們做的 Oxobuco 就是 小牛的膝蓋 中間就是一個洞 裡面是骨髓 有小筋 滑出來吃 好 好了 膽固醇 是 媽媽 她生了什麼 就是 Pregnenolone OK 第二級 再下就是 DHEA 一點也不滿 真的 好了 好 好了 接著 你在第二級 Pregnenolone 已經去到 Progesterone 然後 對不起 容許我講完這裡 我知道有點悶 OK 它再生下去 是Cortesol OK 你要留意到 我再慢慢說 大家慢慢聽 OK 你覺得生字 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我講中文都沒有用 因為中文聽下去 都是外式文 OK 膽固醇在第一級 是媽媽 是老祖宗 接著去到 Pregnenolone 接著下面 DHEA 這樣三級 好了 但你記住 膽固醇要先去Pregnenolone 它會直接去Pregnenolone 它會直接去Progesterone OK 接著再生兩邊 OK 但是 如果你要它落到下面 DHEA 它是要經過Pregnenolone 第二部分 但第二部分會出什麼問題呢 就是當你身體太大壓力的時候 因為Pregnenolone 最後finished product 就是Cortesol 就是皮質素 所以 大家成年人都不怕說 如果你的壓力很大 或者是你先生 或者是你太太 他壓力很大 另一半腦的壓力很大 你有沒有發現 他是對那方面提不起勁的 因為他的身體根本生產不夠 第一 膽固醇的源頭不夠 第二 僅有生產出來的Pregnenolone 不能去DHEA 他不能去下面的級 他直接被扯了去做皮質素 Cortesol OK 所以 你想想 你要是經過Bypass了第二級的壓力 荷爾蒙的製造關口 他才能去下面DHEA 而DHEA 一落落落落落 第二級 再落第三級 就是我們叫做Tetosterone OK Tetosterone就是男性荷爾蒙 男女都有的 所以在太極堂之類的陰和羊有陰是真的 我們男女都有 對方異性的荷爾蒙在我身體裡 譬如女生長很多粒粒 有油脂分泌很旺性 可以是因為Tetosterone太高 而有些男生會脫髮 因為DHT太高 所以我們連結高額療癒的時候 高額是會直接說的 譬如有一個客人 我不開名的 放心 我所有的客人我不會開名的 我都只會說個個案 任何人聽都不會知道是你們的方式 就是他很嚴重濕疹 全身都是的 做過幾次高額療癒 他其中一次都很後期就說到前世 因為什麼事 最開始已經跟他說他不夠DHEA DHEA就是性賀爾蒙的元祖 譬如我們說人想有BB 想生BB PROGESTEROL 或者DHEA 你問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如果你給了 記不記得一棵樹藥嗎 這個是膽固醇 然後是Pregnenolone 然後這個是第二級 生產壓力賀爾蒙 他一生就生出PROGESTEROL 然後才去到皮質醇 所以如果你提供了PROGESTEROL 就OK 行了 你不用生 走到這裡 你直接落到下面 給性害爾蒙 明白嗎 就變成了 譬如卵子或者精子的健康 會好一點 對 完整一點 生同學有脫發問題 其實我們小店有解決這件事 我有一個挺好的個案 我沒有發出他的照片 過兩天發出 首先我們有什麼東西呢 我們有頭髮pack 頭髮pack 頭髮pack裏面就是有 Basilica Vitamin B complex 還有一些草藥方面 Biotin 還有這三個是維他命類的東西 然後是礦物質類的 而礦物質有79種 是從一些古土樣裏面 是一些生物有機的礦物質 不是LAP生出來的化學物質 裡面有些草藥是幫助生頭髮 一天一包仔 吃掉它 那些尿會比較黃 因為維他命B是水溶性的 所以你的尿會比較黃 但你的精神也會好 所以頭髮會增加 裡面有用維他命抗物質的角度 即營養的角度 也有用草本的角度 以及中醫的角度 裡面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會有落到熟地 熟地和手污 所以你不只脫頭髮 生和脫頭髮可以吃 如果你的頭髮不夠漂亮 你也可以吃 這個時候 阿姐和我又要 整理一下我的頭髮 我現在染到這顏色 大家就知道我不是Virgin hair 但我以前 扮精緻 我以前不是染這些顏色 我只用黑色和白色 人們以為我是Virgin hair 是甚麼都沒有搞過那種 但其實我一定有做副理子 因為我的頭髮很嫩 但我嫩得很噁 所以我一定有夾 但我的頭髮看起來 是很有光澤和健康 我去做Facial 年紀大了 以前沒有 你不是躺在這裏嗎 美容師幫你做頭髮 然後我起床的時候 他就說 你的頭髮很漂亮 他說 你用甚麼 我說你過來洪羅灣 你上來我的店 因為我們是洗頭皿 那天我見客的時候 有另一個客人 他說你的洗頭皿 用完這些 是拆不到眼鏡在頭上的 是會滑下來的 現場大家不要在那裡大笑 我的洗頭皿 是可以不用用護髮素 或者Treatment都可以 但是當年 如果你想你的頭髮再潤一點 滋養一點 實一點的話 你當然可以照用 OK 這樣 OK 好 這樣就 回到意粉裡 繼續回到意粉裡 這個 煤菌毒素 有兩款 一款就是和慢性神病有關 或者會令到人生癌 可以嗎 另外23款驗到的 很長的名字 就是脫氧雪腐連刀菌欺醇 就涉入了滑痣 當然和數量有關 不是你吃少少都會有事 但是你知道 有很多東西是會累積的 在身體裡面 你說我不是一次過 吃十包PASSA 這樣我不會中招 問題是 都是那句 它可以在細胞裡面累積 會引致 嘔心 嘔吐 腹射 腹痛 發燒 除害劑 有14款 驗到的 草甘輪 可能令人患癌 有12款 驗出多於一種 就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會有疊加效應 即是雞尾酒 即是像雞尾酒 幾樣東西加起來 醉得更快 Hi Jessica Where have you been girl Where have you been 可以哪裏買 上來我店裡 在銅鑼灣 銅鑼灣八德新街 五十至五十六號 唐年大廈 一樓A 洗頭巾有很多種 防脫髮也有很多種 有些是幫助你頭髮 沒有那麼白 我先講一下 有被人宣問 有報告就職 你知道 一種是Hannah Hannah 是印度女生 畫在手上 很漂亮的 海拿 植物 很強的顏色 但它是天然的 如果你用Hannah 洗頭巾 洗頭 頭髮就會吸收到色素 沒有那麼白 但你不要當它是染髮劑 那麼實色 但它是天然的 好處就是 第二種就是 手烏黑芝麻 手烏黑芝麻 使中醫的腎氣觸 不會那麼容易脫掉 不會那麼白 還有人心當歸 補氣血 使你不會那麼容易脫掉 所以你只想一下 其實你是手腳冰冷 個人很累 那你就用人心當歸 那如果你說 我是腎氣虛的 例如我會怕冷 尿急 然後晚上起床幾次 那些就可能 你會用另外一款 我們不是行抗癌疏 蔬菜烤素汁 Giyang 我是生酮的 我用的生酮方法就是 我在美國 美國餐飲食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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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癌病的新陳代謝模式 你就會 哎呀哎呀 你就會比較不容易受騙 老實說 我教了你怎樣生酮 其實你不用光顧我 你自己外出吃都會懂得吃 就是有些人會以為 我是賣食譜給你 我不是的 其實我不會寫食譜給你 我會教你 你每天應該怎樣吃 哎呀哎呀 每天怎樣吃 吃多少餐 那些時間要怎樣配合 那些內容要圍繞著什麼 我覺得 就是你Empower一個人 你賦予一個人知識 是最好的 因為那個知識你是代過世的 甚至如果你像我這樣 是佛教徒的話 其實是我們不會覺得 我這輩子學完就浪費了 是你這輩子學完 你下一輩子 你再拿回就很容易了 因為你有一個 怎麼說 格勢的記憶 你可以說是 細胞記憶 或者是 深層意識的記憶 阿拿野式 佛教的詞 可以的 就是你問我 其實我平時都吃很多肉 所以我的蛋白質都足夠的 蛋白質是重要的 大家 因為我們隨著年紀的增長 我們每年都喪失肌肉 肌肉 我不是說你要練到很健康的那些 但肌肉是因為你要保持骨 如果你不夠肌肉的話 你真的打個黑痴 你都可以神到佑 你都可以神到佑 腰好像被電到 然後就歪了 或者是骨質會疏鬆 所以 你需要足夠的蛋白質 去保持肌肉的結實度 我當然不是說 因為不斷地扯雞腿 然後就躺在床上 你都需要做一些 有些重量的運動 我就是完全不做心肺運動的 我不做心肺運動的 我都說你叫我跑 我就放棄了 走爛的時候 你不用遇我了 我下世見 但我會做負重的 即舉東西 我會做 深蹲 Squad 但我最討厭做什麼 例如Burpee 也不太討厭做 Flying Jack 也不太討厭做 因為其實 你搶著很重的東西 你不斷地舉的話 其實你的心也會快 你都會開始爆汗 其實它有一個效果 就是我們叫E-Poke 就是Oxygen的Deficiency 就是說 那時候我消耗太多 其實身體要Catch up 它之後可以去到 40、80、36、48個小時 它都還需要 再吸收更多的能量 氧氣交換 去填補回你之前的虛耗太多 透過那次的運動 所以為什麼會有H-I-I-T 就是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七分鐘做到你 氣來氣喘 覺得上氣不知道 下氣我就是死 其實那些是最有效的 它又可以鍛鍊到肌肉 同時之間 心肺功能都兼顧到 但我說我不會做心肺運動 我不會跑45分鐘 OK 因為我說過很多次 其實人的構造 是不應該要這樣跑 因為又回到遠古時代 你記住為什麼我經常講遠古 因為我奉行的心肚 你可以說是原教旨主義 是很純粹的 為什麼很純粹呢 就是人本身應該怎樣吃 你問我 我自己本身廚師 我以前開餐廳 私房菜 我一向都會焗東西 那為什麼我以前沒有焗那麼多東西 賣那麼多包 是因為我覺得 你們吃就吃什麼 你明白嗎 吃肉吃菜 喝骨湯 但是我後來發覺 算了 大個女兒 不要跟錢過不去 還有那些人要 你就做給她 她吃生酮的包 總好過她吃不生酮的包 就是我自己想通了 你明白嗎 現在就開始焗多一點 前一陣子說是有蛋撻的 是嗎 是做不同的東西 我之前有做糯米飯 做粽子 我現在搬定了一家屋 接下來會好一點 接下來會多一點選擇 好嗎 我們繼續說 還有就是 輕微義物 義粉 有23款 她檢查了35款 全都中了 沒有一個行臉 有23款 有粉滿 毛髮 然後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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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像老鼠那些 的毛髮 金屬塑膠碎片 天然合成纖維 還有石舌 其實 如果你知道 抹茶是怎樣做 其實它就是 小麥粉 加水 加防腐劑 幾乎 有沒有蛋 都沒有什麼 因為蛋是很快壞的 所以是新鮮抹茶才會有蛋 我明白它的口感很棒 我亦都說 心同德的 不是預期 你這一輩子 都不會再 破解的 你可以一個月 我都說了 一個月被自己破一次 前提是 你沒有生癌症 你不是有三高 你不是有什麼特別的病 你是可以的 你可以一個月容許自己破一次 爽一下 開心一下 但是如果你說 不是 我身體真的 正在經歷一些問題 我是有事的 那你就真的 不要讓自己 有這個破解 但是 即是 即是 甚至在療癒方面 我也有這麼說的 即是說 你想要的改變 就是埋藏 在你不想接受的不安 裡面 即是你想要賺多些錢 但是當機會 真的放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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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的 即是 我可以用幾個角度說 未必是 大家覺得很relevant 但是 譬如 一個人 你想要賺多些錢 好了 靈性角度 錢 其實是 愛 你 你說關什麼事 我很愛錢 但是什麼叫愛 其實 我們叫做 the universal currency 是love 即是宇宙間的貨幣是愛 我上一集也有說過 OK 那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譬如 一個人他很愛煮食 他很愛食物 他很愛煮食 很愛烹飪 那 他因而鑽然煮食 然後 他成為一個廚師 開了一間餐廳 賺錢 那個源頭 因為他愛烹飪 愛食 OK 好了 接著 譬如 那個叫做 Elon Musk 即PayPal 現在Tesla的車 那個人 他很愛什麼 他很愛發明 他很愛創造 對不對 而因為他的發明和創造 他成為了一個億萬富翁 OK 同樣的事情 我會用到Steve Jobs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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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我突然說出他的名字 你會發覺他一直很喜歡那件事 所以他深入鑽研 我記得我這輩子拍過第一條影片 放上YouTube 就是講這件事 你一定要follow你的passion 因為你的passion 就是你先天的資本 你的愛好來自於什麼 其實他就是你天生帶來的財富 但是不是你天生喜歡的人 一定手到拿來的 你都要practice Bill Gates Thank you 你要practice 你要不斷修正自己 不斷令自己更強 更好 OK 你才能夠脫穎而出 因為只有你喜歡煮食 大幫人都喜歡 譬如我做療癒 大幫人都做療癒 What makes me different 這是什麼 對了 你怎樣能夠做得更好 就是你那個流動 其實 家庭排列經常說的就是 愛的流動 以及是說被看見 就是有幾個概念 其實 宇宙間那個currency 就是愛的流動 你哪件事你喜歡 就是哪件事有流動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有這麼強烈的濕疹 就是他父母間的愛不流動 然後他父母的愛也有不流動 你明白嗎 所以當你address this issue 你不能夠真是單純在一個層面 我經常都說 尤其是面對面的時候 你節目裡說的 是威脅多厲害 你不要相信 你明白嗎 我那裡 又不用買入場券 你就就這樣上來看 逢星期六日 基本上我們都有做free flow free flow就是 高我連遇 你便來看看別人 你看看別人出來的結果 是怎樣 橫跨不同層面跟你說的 你的物理層面 跟著靈性層面 能量層面 在想著什麼 mental body 逐層逐層跟你拆開 而一些事情是 我不會知道 我也很清楚跟你說 你第一次來找我清麥論的時候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 你不要告訴別人 我什麼都不要知道 不同的 我就這樣幫你做催眠 如果我就這樣幫你做催眠的話 我一定要起你家宅 我一定要問你想解決什麼 你和爸爸媽媽怎樣 同年怎樣 我做家庭排列 或者我做催眠 我一定要知道這些事情 但如果做高我療癒 就不是一顆information 你都沒有告訴我 我什麼都不要知道 因為到時 你清完麥論 清完更深層次的糾結 到你真的可以做高我療癒的時候 我所有事情 逐個逐個item check出來 在座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我逐個逐個item check 你會發覺我拿著靈板 那靈板是自己動的 動的其實是給你們去看 不是給我去看 好 接著我一直在 她的靈板是自己動的 然後我同事就一直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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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完之後 OK 就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會 她一路打完之後 都會檢查完 因為我們會知道多少個item 那我公有一道理 都會說五十四的東西 數量可以找到 那五十三遇指椅已經透過 剛好了 用來把你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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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我們將電腦關上來 你看到那些項目 你才把你想問的東西拿出來 那你就知道那個是否你的高額 它在回答你想知道的東西 還有是不是那些內容 你會發覺很有趣的 有時候你說想賺多點錢 你的高額跟你說 跟你父母有關 為什麼跟你父母有關 因為父母就是我們愛的流動 的連結 我們常說的父母母母 即是宇宙父親和大地母親 他們的力量是我們親身父母給我們 所以當你拒絕自己父母的時候 你就會失去能量供給 而且會出現不穩定的情況 我現在就分享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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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個客人是最近 都熟了 好嗎? 就是剛剛11月8日 我喝口麵才好嗎? 我喝口麵課 15個椅子 後來到15個椅子 capital essent 即是身體、物理層面 再出回感情的身體 隔牙 即是它分開了 教你如何釣魚,然後釣魚 即是我給你一條魚 不如我教你如何釣魚 所以我教你如何生存 好過我給你餐單 但你問我我可不可以教你如何清醒自己 我暫時沒有做不到 因為我需要建立整個系統 而且我要得到我的高額的同意 我才可以做這件事 其實我也想的 因為我建立一個系統 你們可以自己幫到自己 但現在還沒得到 那它就是emotional body, physical body, spiritual body 靈性體,家庭排列 再去到說它的身體問題 這個女生 她都經常上來 如果將來你們上來的時候 然後她願意自己跟你說 她就是當事人 那就是她說 但我不會開聲告訴你 OK 她呢 第33個項目 是family constellation 就是家庭排列 就是家庭排列 就出了什麼呢 still born still born 就是沒有出生的小朋友 OK 就從哪一個呢 從 mother 媽媽 OK 接著查出來是 this generation 就是她媽媽 就是說她媽媽 這一代 她媽媽有沒有出生的小朋友 接著她說 我知道 有三個在她下面 有三個小朋友 有沒有出生 OK 這樣呢 當你看回她之前 她上面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OK 它的spiritual body 靈性體那裡 說她有些什麼呢 就是 hoarding old energies 她一直拿著 緊緊不釋放那些 舊有的能量 她需要forgive and release 原諒和釋放 OK 接著第二 她有core fear 一個很深層核心的恐懼 OK 第三 有靈魂碎片 OK 不屬於她的靈魂碎片 第四 有psychic hoax psychic hoax 是什麼呢 靈性的勾索 就是勾住她個人 individual的 OK 是的 這樣呢 這幾個呢 就是跟她那三個 沒有出生的弟弟妹有關 那三個小朋友 沒有出生 而她就是她們的姐姐 她們能夠依附的 Sorry 現在已經去到好像怪談那樣的 topic OK 但其實是家庭排列的東西 但是這個 information 是given by她的高岸 OK 為什麼她會hold住這些old energies 她要forgive 要原諒 但不是她要forgive的 其實是她感受 她那三個弟妹妹 被墮胎 出不了世的那種悲傷 憤怒 她作為她們的姐姐 OK 所以有靈性的勾索 看到嗎 是individual的 只是勾她一個人 因為她三個能夠依附的 只有她一個人 因為媽媽已經reject了 落了她們 OK 所以只是揮著姐姐 聽到她揮著就是一個靈性勾索 OK 而她們有 就是這個當事人 這個案主 有她們的soul fragments 她們的靈魂碎片 因為那個靈性勾索 因為她們出不了世 她們依附著她 所以她有她們的靈魂碎片 而她的核心恐懼就是 這個女生從小到大都很害怕 她不知道自己害怕什麼 她解釋不了她害怕的來源 其實就是因為她這三個小妹妹 沒有出到小妹妹的依附 OK 好了 跟著我們去回她情緒看 她感覺什麼呢 她感覺悲哀和抑鬱 despirited 就是應該叫dejected 就是傷心 很抑鬱 很無精打采 OK imperfect 覺得自己很差不完美 ordinary 很普通 rejected 被人拒絕 你聽不聽到這些全部 其實都是那三個小妹妹的情感 悲傷 despirited 身體都沒有了 怎麼會有spirit呢 OK 覺得自己imperfect rejected 很生氣 很害怕 被欺騙 媽媽你不是應該愛我 你不是應該生我出來嗎 為什麼你會這樣欺騙我 OK 然後再來 又來了 就是attacked by mother 很多時候 你以為那個情緒是你自己產生的 其實不是 是家庭系統裡面其他成員的情緒 是她的一種轉移 你說怎麼會這樣 我爸爸的大太太的情緒 在我身上有顯然 我媽媽的情緒有在我身上顯然 你說媽媽的部分我明白 媽媽是我的媽媽 我有她的DNA 但是我爸爸的大太太有怎樣解釋呢 就是因為在家庭系統排列裡面 俗稱家牌 說得很清楚 就是因為她有重大的損失 我才能夠出生 明白嗎 因為我爸爸的大太太 基本上是 她要將那個先生自己的老公 讓出去 才能成就我出生的 所以我share了一個我在她的家庭系統裡面 她也在我的家庭系統裡面 明白嗎 OK 你看看這個女生的情況 她怎麼會覺得被欺騙 覺得很desperate 就是很絕望 被遺棄 被攻擊 abused by mother OK 為什麼會這樣呢 被欺騙 deceive afraid 那麼多這些東西 這些其實不是她本人的情緒 是她那三個 一個都好一點 是三個沒有出生的兄弟姐妹的情緒 因為那個psychic hook 那個靈性歐索 在她身體上面 所以她有這個情緒的產生 所以她的high self說什麼呢 就是要跟她clear 所有all levels的memory 包括細胞 DNA subconscious 潛意識的記憶 細胞 情緒 全部要清掉 OK 接著 又說她的 身體一免疫功能是有些issue 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 情緒的imbalance 情緒壓力是否壓力 會否影響身體健康會 OK 第二就是root canal 渡牙根 我看著她 我問她 你有沒有渡牙根 她說沒有 我說 那你是做 我做牙醫護士 明白嗎 她日常生活裡 接觸到很多病人來渡牙根 那些藥物 那些儀器 是令到她的免疫系統有問題 之前有一個就是受醫護士的濕疹 原來就是跟貓狗 心思蟲的藥物 和疫苗有關 記得嗎 我之前有一集說過 OK 接著 她 神經系統 有說到她的眼睛 occipital lobe 影響看東西 她說她看東西有點蒙 另外一個很長的 我懶得讀 放棄太長 她說是跟咬字有關的神經 OK 接著她身體裡有太多的抗菌 痴性荷爾蒙 就令到她好像很想哭 很多淚眼朦朧 接著她的頂鱗 有Imbalance 就令到她覺得自己 好像在整個宇宙裡 只有她自己一個人 接著 她要補充些什麼 就一個叫做SAME 是一種補充劑 她需要吃的 OK 這些就是她剛剛那次的free flow 剛剛的連結高額療癒 而這一個 她說的時候她都眼濕濕 因為其實為什麼她有這麼強烈的情緒 她說她跟她媽媽最近都出了一些問題 就是喊了膠 OK 那怎樣體驗到這一節呢 就是她說她有anguish over communication 就是溝通疲累 直接不想說 OK 我說這個是誰 她說是她媽媽 OK 接著她說 Haiasub也有說 Tired of life emotional wounds that are not allowed to heal 她有傷口 情緒的傷口沒有那麼多復原 覺得人生很疲勒 OK Nursing old hurts 就是裡面有一些內在的傷患 她不斷地孕育她 而且不斷地在上面 好像生了那些肉牙 越生越厚 那叫building resentment 就是那個怨恨越來越深 OK 對了 所以就是 你看到說的是她自己experience 的事情 要幫她清理 要清理15次 這樣 OK 而當中橫跨了她家庭系統 三個弟妹妹沒有出世 的那種恐懼、怨恨、被騙 OK 跟著abuse by mother attacked attacked tormented 你想想這些字眼 是很強烈的字眼 attack被攻擊 deserted 被遺棄 abuse by mother OK 被媽媽凌虐 和tormented 折磨 這些情緒反應 是來自於她的三個弟妹妹 所以直接在family constellation那裡出了 就是still born from mother of this generation OK 這些例子 其實 可能現在說你不覺得特別什麼 因為我很難很傳承地告訴你 但是星期六天 那些人做free flow 而在現場 如果你可以出現得 就是你其實是有 跟她share了一部分的東西 才會有這個情況 OK 好嗎 你的高惡 會被你在那個場景出現 聽到 就是因為 大家有些common的東西 每一次都是 有人free flow完之後 在座其他人 都說 其實我有這些 我有這些 我有誰 我有誰 這個世界沒有東西 是巧合得這麼巧 也沒有一件事 叫冤枉路 你要走的 每一條路 都是你要走的路 你所經歷的每一件事 都是你要經歷的 而你喜歡不喜歡 你那一刻你還看到 還是沒有看到 為什麼你要經歷那件事 它的value是什麼 是你那時候 還沒走到那一步 但是到你 攀過了那座山 你看回轉頭 你才知道 其實那條路 是 exactly where you should have been where you should have walked past 如果不是去不了現在 或者是你接下來的風景 所以沒有冤枉的 沒有 你多不喜歡那個experience 也好 它一定有它的存在意義 它就是你的人生課題 我們做free flow的時候 很多時候 就是高馬療癒的時候 去回前世 你會發覺 你那一輩子沒有經歷的事情 你逃避嘛 你壓抑嘛 你不想面對嘛 往往就是因為自殺 或者是 他可能有些是被他殺的 他沒有經歷 他沒有學習到那個課題 今世重新來過 完完全全 就是我不開名 有一個人 他那晚跟他另一半過來 做高馬療癒 加起來110個item 我的手是痛到 痛到一整晚 痛著睡不著 第二天就睡不著 第二天就睡不著 但那一晚我做完之後 我明白為什麼 因為第二天 是他爸爸生日 他已經跟了他媽媽說 他不會去吃飯了 但那一晚 流露出來的時候 他高我 將他和他爸爸 上一輩子的關係 說出來 他才明白 其實他爸爸 今世再做他爸爸 就是要給他去 完成他的人生火 因為那一輩子他早死了 所以他爸爸 要幫他完善 完成 是完成不了的 所以今世要再出現過 再做過 而很棒的就是 那一輩子他爸爸是一個軍官 軍隊裡面的權威角色 他爸爸今世就是飛虎女的教頭 他退休了 那一輩子他和他爸爸也是世成水火 今世都是世成水火 為什麽那一輩子一定要做 我已經下班了 他們是從夜來 不知道是十點多開始做 因為那一輩子如果不做 他第二天不會去吃飯 而那一天吃完飯 他們一起拍照 合家的那張照 是很多很多年沒有出現過的 他的高我 想他知道 其實他爸爸這一輩子再回來 再做他爸爸 其實是幫他 所以為什麽佛教 當你修行到最後 你會明白 其實沒有冤親債主 冤親債主 都是所謂佛菩薩的示現 他一定要示現不同的面相 你很愛的人 你對他沒有感覺的人 和你很討厭的人 就是讓你去體驗到 強烈的愛恨 讓你有一個出離心 想離開這個娑婆世界 一個輪迴 因為輪迴是苦 如果你沒有這些經歷 你怎麽覺得輪迴是苦 你明白嗎 那到最後原來佛菩薩 都是自己示現的 這其實就是生命之花 你自己不斷地化 不同的角色出來 和自己去做交流 其實沒有的 所以為什麽本來沒有陰脈 是吧 明鏡亦非台 為什麽是什麽都沒有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自編 自演 自己顯化出來 那你為什麽會顯化這些 為什麽不顯化我自己是李嘉誠 我爸爸是李嘉誠 我不用做 因為你這時要經歷 現在你要經歷的事 其實就是這麽簡單 而其實你來這個身體之前 你已經選定了哪裏是你父母 你在哪裏出生 你會經歷什麽 所以才是你什麽麥倫主導 所以為什麽連結你的歌 就是你歌我這麽興奮 這麽多東西要告訴你 就是因為 你終於來問了 你終於來找你的 這一生人 要經歷的事 你的靈魂使命 你的人生課題 你終於來了 我等了你很久了 明白嗎 有人來是因為他的身體 有狀況 所以要問 有些人就是 我一直卡住在同一個位 我解決不了 我不知道為什麽 說真的 這件事和算命是不同 算命 我認識紫微的 布甸酒占星很厲害 他很謙虛 其實他占星很厲害 西洋占星和印度占星都認識 推到日子都可以很準 但是我們知道了 比如舉例 你夫妻公化妓 夫妻公說化妓還要地劫地空 或是勞卜公化妓 或是財伯公化妓 加地劫地空 這是紫微的術語 那你怎樣 你便清理了它 你以為你的紫微 是怎樣形成 你以為你的八字是怎樣形成 就是你過去生世的 靈魂使命人生課題 沒有完善的帶來這一生世 所以你問我生小朋友 是否真的一定要摘日子 如果你幫他摘日子 而他真的跟了你 你給他那一條靚命的話 那是否其實他今世 要經歷的事情經歷不了 OK 還是甚至 那條命根本不對 那糟了 那哪條命才對呢 我媽媽都有責我 應該什麼時候出生的 但我完全沒有跟到那個時間 完全沒有 但是我現在看回 我現在的盤 我現在的盤 最好笑的是什麼 不好意思我再說幾分鐘 就是 我看回 原來這麼多年來 那些人以為我是那個盤 我根本不是那個盤 我是另一個盤 而是我自己找到的 我自己找到那個 才是我的命盤 不是一般大家幾十年以來 以為那個 OK 幸好是我認識 有什麼我不認識 我不用去看 不像是我 如果我一向大家以為那個盤 就是 我一早教了好老公 老公養我 老公好疼我 老公好疼我 在花老公錢 那些 不是我來的 是啊 我的 兩性關係就是 你不用要我養完 你已經很好 其實真的 有什麼東西 我自己買給自己 所以我跟布丁倫 他也很笑的 就是 如果有男生走過來跟我說 你不用做我養 你不要那麼辛苦 那些人想 就是終止他的 OK 因為第一 我喜歡做事 還有 我有賺錢能力 我現在想 就是 我覺得女生應該要這樣 其實 你幹嘛這麼想 有個男人給你錢 然後 幾萬元一個月家用 你明白 那你就很開心 其實為什麼你不覺得 你自己一天找幾萬元 會開心一點 明白 就是 而 說明都說什麼 你都可以聽 在一個參考 你參考來做什麼 可以清 我都會看的 就是 接下來那個月 糟了 勞服工化技 就是 staff problem 朋友 problem 清掉 清 薄老命 跟highest self說 你跟我搞定他 我不管你 搞定他 清掉 譬如我有幫人檢查 她的夫妻功是95% 負面 negativity 是95% 我不開名 其中有一個 現在聽的聽眾 他什麼都沒有告訴我 查過出來 原來他某一世 相關的那一世 是妓女 做人的妾侍 所以他這世 他會再經歷這些事情 不是說妓女的部分 妾侍的部分 追求他的人 會是有太太 或者是有女朋友 然後脫不住 其實很慘 因為他遇上 每個人都是這樣 他不想的 但是因為他要經歷的是什麼 就是他要經歷妒忌 經歷覺得自己不夠好 經歷那種強烈的愛恨 很可憐的 但是你問我 算不算到你前世 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算不到 他只是說 你的夫妻功生得衰 是偏防填防 或者是三妻之命 要剋死老婆 說完了 解決方法 其實是沒有的 你算了一命的目的 你是用來做清理的 OK 譬如你拿著命盤來 老闆 我財伯功化妓地協地空 處理做國派 夫妻功 95% negativity 我都不介意告訴你 我第一次free flow 我朋友幫我手抄 就在旁邊 他跟我說 我的家庭排列 我有些什麼 也倒在我身上 感情問題 情感上的問題 如果不是 解釋我 你 好人好者 為什麼會 不拍拖 不結婚 因為 我有這個 糾結 從父母 然後我 第二次 在free flow的時候 高我療癒的時候 他就說 處理你的夫妻功 叫我 要搞我的夫妻功 搞了 OK 現在的事情 大有不同 只不過我不會在節目裡說 大有不同的 清理是最重要的 因為 你清理的是 將那個定業 佛家所說的定業 改變 因為 我煲滾水也好 那些水明明是十幾二十度的 室溫 我煲到一百度 它不是有個過程嗎 它一直在成熟 去到一百度的過程 我隨時關火 是否可以攤冷 這就是清理的原理 你不讓它繼續滾下去 你不讓它繼續成熟 如果 你告訴我 其實我已經七十歲了 然後你free flow出來 說我前世是妓女 以及要做偏房 我已經七十歲了 當然可以 但是 如果你是二十歲 你是不是還想一輩子都是這樣 是吧 就是 是球彈的原理 有人問過 如果我沒有記載 是中沙堅尺寧波車 就是煞彈 我煞一隻彈 要六分鐘才熟 那六分鐘 任何一個位置 我抽它出來 立刻浸冰水 那隻彈是不熟 所以 不要相信 說明人家說的話 一定是整定 我本身是術數 是基礎的 你問我有沒有幫人看風水 很有交情 很熟的 就看 但如果不是 我真的不會很懶 老實說 不是很癢 不是很癢 所以 不想做 懶 就算有些很熟 可能看過一次 幾年前 五年前 六年前 十年前 去辦公室那一轉 我載過去 然後我可能用你的Floor Plan 之後我可能用你的Floor Plan 直接搞算 OK 你知道了的目的 是去改變 即是你知道 雞蛋六分鐘熟 那你做些什麼呢 你就是 我不想吃熟蛋 我想吃 灑蛋 我想流心的 那你早點滴它出來 浸冰水吧 OK 而不是在那裡 哎呀 我真的好慘 哎呀 哎呀 最可憐就是我 哎呀 受害人 很多人很享受這個角色 為什麼呢 其實 為什麼你用那個受害人的角色 面對這個世界 你不像一個強者的角色 OK 而 悲天敏人 喜歡做受害者的人 你永遠都會跟 I'm sorry 我也說很殘忍 你永遠會繼續跟Losers 群在一起 因為物以類罪 大家都在那裡 怨天怨地 大家在悲天問人 大家在那裡受 No OK 我們是 What we bring to the table OK 情感關係是這樣的 大家是不是旗鼓相當 如果你是一隻暗春 你自然就會喜歡暗春 但如果你本身是一個強人 你自然不想你對面坐過 和你吃飯有一個智障 就是看著你 吃一吃一吃 你不想是這樣的 你想一個可以跟你有conversation OK and that is intellectually challenging 就是腦裏面是有實物 可以跟你討論 可以跟你 你明白嗎 刀來見往 就是你打乒乓而已 你跟一個很廢的人打 你覺得很開心嗎 如果你打得厲害 你明白嗎 你現在想用旗鼓相當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之前聽過 頻率這件事就是 你的頻率就是你的現實世界 如果你的頻率是低 你遇到的人事物也是低的 OK 好嗎 今天多說了10分鐘 不好意思 阻礙大家這麼討論 好嗎 我們就 下次公告什麼時候再做 好嗎 因為有時候做的忙 未必能保持到 每個星期都做一集 但我們會將它斬件 然後逐點逐點上網 會有一個完整版 在YouTube 然後就是BB版 方便大家看一些像mini episode OK 拜拜 回去睡覺